许若萱台北电影节重剑耍大牌如被雷劈 第十三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昨晚在爱美韩社举行 重新兜盛装出席 一遍许若萱穿着80万元紫色小礼服 人气最旺 但事前却传出因气管不好 要求床单包红毯耍大牌 千万媒体追逐焦点 我不委屈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觉得观众都是有眼睛的 红毯走了快20年 大家有看过红色变白色吗 有一种那种待在家里 就被雷劈到的感觉 担任主席的张爱佳 也跳出来帮她说话 我打电话比所有可能 大家都是其实马上就答应 没有一个人跟我去说争什么 你要求什么 隋唐昨天以黑色裤装现身小秀美背 但她最近为了宣传定 造成免疫系统失调脸色 苍白瘦了一大圈 她是大概就4849年 没有再下仗了吧 今天好多了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 然后我今天有用 髮型稍微做一下修饰 就让脸不要看起来那么肿 谢谢 安慰被安排压轴 现身也秀出美背经验全场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时间联访了 但应典礼即将开始 以被媒体包围了她 却被主办单位匆匆拉出场 金马影帝阮今天受邀 颁发最佳男主角 可能是衣服穿太多频频擦汗 一同受访的杨贵妹体贴 拿面子帮她擦汗 谢谢大哥 她一直在下面就做到热 谢谢 谢谢你 而最有诚意的救赎 潜意含了她用力挤出 32B事业线 告诉大家 麻雀碎小舞臟俱全 彭音院主演翻滚把阿欣 事前辈看好拿影帝 但最后败给归徒的吴蓬凤 与奖项失之交臂 吴蓬凤昨晚没出席 请人带领 在台湾当演员很辛苦 她想要知道拿这个奖 她可以得多少钱 最佳女演员奖则搬给主演命运化妆书的谢欣颖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